为了避免台北农产公司群聚感染再扩大 从今天开始 摊商要进入台北的果菜批发市场 都必须持着三天内的快筛阴性证明 不过一早还是有摊商没注意到讯息 人都到了门口才知道 只好赶紧补快筛才能入场 另外北农群聚也扯出了疫调缺陷 市长柯文哲周三晚上还亲自前往 机关署跟陈时中还有专家小组开会 而柯文哲上午接受广播专访表示 希望中央是专业对专业 科学对科学 不过他说出了房门 他们还是政治对政治 两晚体温实名制 但想进北农兵将这头的第二果菜批发市场 都得看这张快筛阴性证明 所以筛完就会讲这样子 前天前天去快筛 临时决定的 那我们就赶快去 感觉他们的规划怎么讲 很乱啊 只是有摊商没注意讯息 到了门口才被挡下 只好到楼上快筛站紧急筛检补证明 措手不及啊 因为像我们要来买菜回去做生意 但是突然才知道要 要那个快筛证明 不能进去买菜 万大第一果菜市场这边 同样在前一天深夜一堆人拍快筛 也是一样要做啊 你不做你怎么有钱 也是要养家啊 前前北市府宣布快筛阴性就能打疫苗 预计要打四千人 却有承销商爆料 每个单位只给一个注册张 只能接种一人 单位员工恐怕打不到疫苗 整个市场造册 人数还不到四分之一 一个店家或者是一个林匹厂的商家 他到底请了多少员工 或者是家人过来帮忙 也希望跟市府跟中央争取疫苗的部分 柯文哲上午紧急视察新一国中 疫苗施打 只是北农群聚案 摊商全台爬爬爬 扯出疫调系统缺陷 到底户籍还是工作场地的 现实负责 科批再酸中央 疫调系统这个这个是个缺险 全台湾各地做治疗 检查身份证事 我们还是专业对专业 科学对科学 把问题解决掉 不过没有用 出了房门 他们还是政治对政治 跨现实疫调成为难题 只能先用筛检 阴性证明 全力防堵 疫情扩散 高雄市在昨天 暴增了久力确诊个案 指标个案分别指向 新北淡雪跟恩主公医院 市长陈其迈案批 新北疫调不实 而民进党议员林志宏 更在脸书上 怒骂侯友谊是防疫株罪友 他甚至说 5月的时候 自己服务处主任家人 驻新北中和 染疫等了4天都在家里 才等到市府的协助 他的家人 也没有被匡列隔离 显示新北的疫调不实 已经不是第一次 他很酸侯友谊 如果不懂防疫 可以打给陈其迈请教 新北市政府 这样不确实的疫调 不确实的匡列的作为 造成整个疫情的破口 林志宏怒火难消 23日高雄市 一口气暴增 9例确诊个案 其中人5家庭 7人染疫 感染源指向案14359 往前追溯发现 他和新北恩主公医院 确诊病患 仅两房之隔 当时爆发院内感染 没被匡列疫调 甚至出院后 还三度回诊 痛批疏失 脸书直接开骂 侯友谊是防疫株队友 更以5月时 自己服务处主任 住在新北中和的姐姐 染疫却没被隔离 案指新北疫调不实 不是第一次 侯友谊市长 如果在各项的防疫作为上 不懂的话 其实可以打个电话 给陈其迈 不止议员炮轰新北 连卫生局都直指 恩主公医院群聚案 在扩大匡列对象上 明显不足 根本失职卸责 在5月24号到5月28号之间 到恩主公医院 入驻11楼第20病逝 医院应该以5月22号 这位个案 入驻恩主公医院的前三天 作为匡列期间 虽然中央规定 匡列对象是密切接触者 案14359 既非同住也没接触 才未被匡列 但对于疫情 必须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 现在北疫难烧 是否只能尽速防堵 别再继续烧下去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居家快筛试剂 陆续在药局超商开卖 销售情况很热烈 不过快筛试剂的胃阴性 几率比起PCR来得高 如果民众又操作不当的话 胃阴的情况可能会更多 就怕会因此造成社区的破口 医生就提出警告了 他说就算验出阴性 也不要太放心 还是必须要持续做好防疫 而且如果身体出现症状的话 还是要到医疗院所进一步裁剪 要绝不惑 居家快筛试剂 七十盒热腾腾上架 马上就有民众上门来卖 在家里可以做检测嘛 比较安全 不用再跑到医院去 要勇气 我会怕就是 怕太深入的话 会觉得不舒服 快筛难免有胃阴性机率 若民众操作不当 未阴性情况会更多 医师也担忧 如果没有持续做好防疫 恐怕会产生破口 有可能在鼻头的地方 或是深入鼻腔一点点就塞的话 有可能塞不到鼻咽的一个分泌物 有可能会产生病毒量不够 病毒量不足 而它的检验出来是阴性 万一你采集出来 就算你是阴性 你还是要注意 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 要戴好口罩 做好社交距离 民众也担心自己操作失当 传出有长者想请钥匙帮忙筛一下 但这要求让钥匙很为难 居家两个字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家里测 看是两条线 又觉得有疑虑 你还是要打1922 不是拿着那个阳性的两条线 跑到我们社区药局钥匙来 我们钥匙真的就变三条线了 而目前居家快筛 虽然实体通路可买 但毕竟是第三等级一才 不能在网路上贩售 钥匙教大家三招判断 合法试剂一定要有中文标示 防疫专案字号 可与食药署官网比对 而且只有合法的实体通路 才买得到 医师也再次强调 居家快筛试剂 不能取代医疗检验 如果身体真的有状况 建议还是到医疗院所裁剪 比较保险 记者先周围杰特别报道 台湾三级警戒第三度延长 现在要持续警戒到7月12号 到时候想要降级解封 前机管局局长苏毅仁认为 有三大要件 包括了必须要加速控制双北的疫情 边境要严格的管制 以及防堵变种病毒 还有更重要的是 台湾的疫苗覆盖率 至少要达到两成 而这个目标 在优先施打对象 扩大到第八类时 就有望可以达成 但是如果其中 65岁以上长者的施打率低 还是很难降低重症或死亡的话 台湾医疗量能吃紧 想降级 几率就会比较低 台湾疫苗施打如火如荼 7月1号起优先施打对象 更加扩大到第八类 前机管局局长苏毅仁就说 疫苗覆盖率提升 将是7月12号 警戒能否降级的重要关键 苏毅仁分析 台湾想解除三级警戒 除了要加速控制双北疫情 中南部零星个案持续精准疫调 边境严格管制防堵变种病毒之外 最重要的是台湾疫苗覆盖率 至少要达两成 尤其65岁上长者的覆盖率必须提高 降低重症和死亡率 才会更显解封曙光 如果长者不打 就算年轻人覆盖率提高 人对医疗造成极大负担 莫德纳疫苗施打的时候 你如果打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以上的人 同样的会有死亡的通报 老年人如果排到疫苗赶快施打 年轻的人的重症死亡 是会很轻微的 那医疗量能这个部分呢 并没有什么帮助 台湾三级警戒 所以建功效 RT只经从5月中的4持续下滑 到了近期两周 更多维持在1以上 台大公卫系教授陈秀席认为 如果再加上康复率提升 死亡率去平稳 的确已见据有降级条件 但基本防疫还是不能松懈 等疫苗覆盖率提高 台湾才真正有望解除危机 接下来去陈谷同道